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还带有很大的神圣性 但是这个事儿呢 你看外国公司也用中国龙的元素 这中国元素引起了一些争议 我们可以看苹果使用这个龙就有了点争议 我们先看看这个报道 澎湃新闻的报道 这个农历龙年将至 然后跟龙有关的苹果的手机壳被质疑 纸蟒为龙 登上了微博的热搜 多家媒体报道称 由于图案上的龙仅有四爪 因此网友就质疑 这款售价498的手机壳呢 是纸绑为龙 但是呢 也有学者说呢 现在新时代了嘛 要淡化一些那个龙蟒之争 这个龙的形象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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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对于龙和蟒到底是怎么样子 其实中国在历史上 在我们的传统上呢 都是搞得很清楚的 其实这个龙啊 我们这么讲 中国传统上这个龙分好多级别呢 龙分好多级别 很多人也不太知道啊 其实最早呢 你看这个龙的原始形象 它中间蛇开始变 蛇的话呢 变大变什么呢 变成再叫做蟒 蟒再大以后呢 叫做燃 你像我们原来讲蟒蛇 但是呢 南美那特大的 我们叫森燃 对吧 叫做燃 从燃再大呢 变成骄 我们后来讲骄龙呢 带爪了 骄龙就有腿了 干什么的 变成骄呢 有人也说骄的形象啊 可能来自于这个中国的鳄鱼 虽然说的话呢 您说是杨子鳄 也有可能是 古代可能还不止杨子鳄这一种 对吧 还有可能比杨子鳄更大的鳄 也有可能在中国的江河里头啊 只是现在中国文明比较发达 你看看没有 世界各个国的大河 你看美国的大河 那美洲的 非洲的 澳洲的大河 都有好大的鳄鱼 对吧 包括东南亚的 中国没有 对吧 你变成骄 骄以后的 你再变 才能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 角龙 长出脚 角龙的话呢 它里头还分 它先是真龙 它先是龙 然后再变成脚龙 脚龙还有变成硬龙 硬龙变成 金龙啊 就是说你 从他的呢 能不能飞天 长没张脚 长没张灵 都有讲法 你为什么草龙 它没有灵啊 有没有那个 成为龙王啊 所以到最后啊 那个真正要说 你作为皇帝呢 要五爪金龙 你要作为蟒呢 蟒的那个 如果知道蟒蛇的话 后头它有个小爪啊 你也说它的那个 是腿 退化不干净 那有一个小指 一样的东西 所以什么时候长脚 什么时候的话 挺严格的 真正在中国的形象里头啊 给亲王的呢 是蟒袍 蟒袍呢 四个爪的 跟其他的 跟龙想 就是少一个爪 你民间呢 好多草龙 连灵都没有 对吧 其实中国当时呢 讲得挺清楚的 但是西方的这个概念啊 和中国的文化 其实元素差别很多 你想想在中国呢 这个龙是很神圣的 但是西方 他把你这个龙啊 他给他翻译成了 他们的一个龙 他那个龙的状态 他那个 基本上西方的那个龙都作为恶龙出现的 都是很恶的啊 就是中国的那个龙年 现在到了新年了 龙年喜庆 对吧 但是西方的呢 他是恶龙 他那叫Dragon 什么的 对吧 你可能对于娜娜 现在我们说的恐龙 挺像的 那个 没准是古人呢 他那个能看到一些恐龙的化石啊 所以他对于这个东西呢 他认为这个恐龙的形象 是在西方的宗教里头 他出现的龙都是恶龙 所以他的文化完全不一样 就是真要说翻译啊 我个人认为的话 把他翻译完全一一对应 把中国的龙 对那西方的Dragon 可能这个翻译就有非常多的问题 应该是什么 音译比较好 是这么状态 实际上这个中西方的结合 在这个神学里头 翻译非常有问题 你看西方在翻译上帝的时候 那上帝没有形象啊 只有上帝的儿子 你真要翻译的话 上帝在中国应该翻译成 你老天爷 上帝的儿子在中国不就天子吧 我们讲天地君清师 天什么呀 其实对应的就是上帝呀 对应的一神教安拉呀 什么这个那个呀 你那个西方的那个各种圣 他有好多各种圣 各种圣也有好多法力的啊 他那各种的教徒啊 各种圣 那才对应的中国的神仙呢 你说你中国的是多神教干什么的 我是一直直觉的 他这个翻译中间有很多问题 而且他通过他的这个翻译 他已经贬低了你的中华文化 他就等于说 把中国的老天爷给弄没了 他给你贬了一几 像是很多人中国人信啊 天子嘛 皇帝代表老天嘛 代表上天嘛 我们的信仰是有上天的 你把那个上帝翻译成上天 你试试看 他实际上他已经贬了你一几 把这龙也是这样的给你翻译成 他对应到 他在那儿的话呢 就是贬了一几 所以现在是要这个话语权啊 翻译权很大 所以现在呢 你在这中华文化里头 这个龙的形象和蟒的形象 又是两个概念 对吧 这个而且这个蟒是什么样子 龙是什么样子 其实还是挺严格的 而且这个龙是什么样子的话呢 确实在民间啊 你也不能乱用 咱们如果是说呢 你要说弄个手机壳 弄一个上面是个盲 也很正常 因为你这个 你驾驭不住 对吧 你毕竟 那个在中国过去传统里头有讲 所以有些时候啊 虽然说这是个传统魔化 现在到现代了 但是跟一些中国的很多事呢 还不好太模糊 有些这个过程呢 你应该知道 对吧 你从这个蛇变成龙 怎么经过这几步啊 这几步怎么来的 什么时候长出脚来 什么时候啥的 那你都是要记着的 对吧 所以这个蟒和龙还差挺远 而且蟒到什么样的龙的阶段 对吧 那个实际上的话呢 很多时候啊 老百姓 这要用的那个龙呢 龙年 真正要弄的龙 小百姓那是草龙 上面的话 不带灵 都是有区别的 对于中国的文化啊 其实有些地方 还是该敬畏的时候 敬畏一点 毕竟来讲呢 这也是原来中国人的信仰 现在外国人啊 不把你原来的很多信仰当信仰 把你的信仰呢 给你贬为习俗 明白什么概念 其实中国人的很大的信仰 我就一直在说 中国人很大信仰 孝顺父母啊 孝道啊 外国人不讲啊 我们讲那个华裔之变 为什么说他们是蛮夷啊 不是说他武力不强 这夷是一人一功 什么武力强得很 技术好的很 为什么他们是蛮夷呢 他不孝顺父母 不讲中国的人伦 伦理道德嘛 那个背发左任 什么这个那个 那是蛮夷啊 换一句话说 什么叫华 什么叫夷 对应到西方的话语 那就是什么 什么是教徒 什么是异教徒 应该是这么样子去对 知道吧 所以把中国的文化的博大精深啊 咱们还是要严格一点 有些时候有些敬畏 有些信仰 不是说呢 能让这些外来的这些文化 随意模糊的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